大家好,我是陳啟陽 在這個影片裏面,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我們在古典音樂裏面 Common Practice Period 風格的四部和聲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需要特別注意 在這一系列的影片,我們會講到三個重點 第一是Independence of Voices 即是四部的獨立運作 第二是Tension, Resolution and Doubling 即是在和聲上製造張力 和解決張力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將一個Triatic Harmony 寫給四部的時候 應該怎樣分配音給不同的聲譜 第三是Idiom 即是怎樣才是合乎四部合唱風格的寫法 其實也是一個相對自然 符合聲學Acoustics的寫法 首先我們看看Independence of Voices 究竟是什麼意思和有什麼意義 四部的獨立民族 在Common Practice Period 作曲家 會考慮到的一個審美標準 由一個和聲去到另一個和聲的時候 當時的作曲家希望做到 就是四個聲部除了互相合作之外 亦都可以獨立自主 各自各精彩 做到一個好的對位 試想順下 如果四個人一直都在唱同一句旋旅 可能很快就會覺得很悶 好像這樣 如果四個人做Octave Dublin 八度齊障 好像是豐富了一點 但是還是很快就會覺得悶 效果就好像這樣 如果四個人做過Fifth的Doubling 好像都會再豐富多一點 但是由於他們始終都是向著同一個方向 做著差不多的東西 而用的音也是比較強的Overtunes 所以通常這些作曲家 都是不喜歡這樣做的 因為覺得這樣會犧牲了其他聲部 好像以下這個例子一樣 所以綜合以上所說 在Common Practice Period的四部和聲裏 是會避免著Unison 同樣 Parallel Octave 平衡八度 或者Parallel Fifth 平衡五度的出現 令到每個聲部都有獨立自主的推進 如果任何兩個聲部出現Unison Parallel Octave 或者是Parallel Fifth 我們都要重新考慮和言在這四部的編排 另外 如果其他的Interval出現Parallel 好像Parallel Third Parallel Six 和Parallel Fourth 我們都要盡量避免過量地用 否則都是會很悶的 我們可以看看以下的例子 上面那一行是一些出現Parallel Fifth的情況 在第一個Progression裏面 第一個和言的Tenor和Bass 是C和G 一個Perfect Fifth上五度的關係 而去到第二個和言的時候 其它的Tenor和Bass Part 亦都出現一個Perfect Fifth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Progression 在Tenor和Bass Part 出現了Parallel Fifth 這種情況是我們寫四部和聲的時候 必須要避免的 同樣的情況 亦出現在第二個Progression的Soprano和Bass 第三個Progression的Soprano和Alto 第四個Progression的Soprano和Tenor 以及第五個Progression的Alto和Tenor 最後那個是Alto和Bass出現的Parallel Fifth 要特別留意的是 雖然它由第一個音到第二個音 並不是相同的方向 但是由於它依然是由一個Perfect Fifth 去到另一個不同的Perfect Fifth 這種情況我們仍然會叫它做一個Parallel Fifth 我只需要用這麼多個相似的例子 是希望你們知道 其實在寫每一個新的和聲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去檢查 每一對聲部之間 有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如果有的話 就要重新考慮 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寫好這個Progression 從而去避免這個平衡的情況出現 我們必須要檢查的聲部 包括Soprano和Alto Soprano和Tenor Soprano和Bass Alto和Tenor Alto和Bass 還有Tenor和Bass 這六種情況 下面的這些例子 就是Parallel Octave的情況 其實跟檢查 Parallel Fifth的原理是一樣 都是要在四部裏面 每一對聲部都檢查的 第一個是Tenor和Bass之間的Parallel Octave 第二個是Soprano和Bass之間的Parallel Octave 而它們是以Contribution相反方向進行的 第三個是Soprano和Alto之間 第四個是Soprano和Tenor之間 第五個是在Inner Voices 即是Alto和Tenor之間 而第六個 它除了在Alto和Bass有Parallel Octave之外 Soprano和Alto同時出現了Parallel Fifth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理想的情況 每當有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那兩個聲部就不再有自己的獨立個性 好像結合成為一個聲部一樣 犧牲了對位的趣味 所以很多的作曲家都希望避免在這個情況 報求令到四個聲部之間的行進 都可以有最精彩的活動 在畫面上面有幾個出現了Parallel的Progression 我想你停了一個video 自己試試找出當中Parallel在哪裡出現 試試改回我的Progression 然後再聽我的講解 在第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見到一個Dominant去Tonic的Progression 要檢查有沒有Parallel的出現 我們可以首先聽下 後面的chord有沒有Perfect Fifth和Octave 這兩個interval 我們可以見到在一個1 chord那裡 Alto和Tenor有一個Octave 然後我們就要再看回 之前那個chord的Alto和Tenor 我們可以見到一個Major Six的interval 所以這個Voice Stating是沒有問題的 再比較後面的chord的Alto和Bass 它們會形成一個Perfect Fifth的interval 所以我們都要小心檢查 再跟前面的Alto和Bass比較 發現它是一個Major Third 所以這個Voice Stating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再看下去 比較Tenor和Bass 我們會見到它是一個Perfect Fifth的interval 然後再比較之前的chord的Tenor和Bass 發現那裡同樣有一個Perfect Fifth的interval 所以就會形成Parallel Fifth 要收割一下 其中一個修改的方法 就是改一下一些chord的Dubling 例如後面那個Tonic Chord 我們可以將本身是Tenor的D音 換成一個G音 即是Double了一個Root 這樣現在的Tenor和Bass 就會形成一個Octave 就不會跟前面的Tenor和Bass 造成Parallel Fifth 在第二個例子裡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First Inversion的Dominant 去Tonic的Progression 由於看後面那個chord 我們可以看到Soprano和Tenor會形成Fifth Soprano和Bass也會形成Fifth 而Tenor和Bass會形成Octave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要檢查的聲譜 當中有問題的是Soprano和Tenor 你會發現 在第一個chord裡面的Soprano和Tenor 都是有一個Perfect Fifth 所以在Soprano和Tenor 就會有一個Parallel Fifth的情況發生 所以會修改 這次我們可以試修改前面那個chord的Dubling 例如將Tenor的D音換成A音 即是Double這個Dominant Triangle的Fifth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Parallel Fifth的問題 在第三個例子裡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Dominant去Tonic的Progression 由於看後面那個chord 我們可以看到Auto和Tenor會形成Octave Auto和Bass會形成Octave 而Tenor和Bass都會形成Octave 所以這幾個聲譜組合 我們都要跟前面的chord相應的聲譜比較 看看會不會出現Parallel Octave 經過比較之後 我們會發現原來前面的Auto和Bass 都是一個Octave來的 所以我們就要重新考慮Auto和Bass的Volce 我們可以試修改後面那個chord的Dubling 後面那個chord本身是Triple了Root 以及沒有用到Fifth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換走其中一個Root 將Fifth放進去 例如把Auto voice換成D音 這樣除了可以解決Parallel Octave之外 這個Progression的Auto voice 亦都可以出現common tone 即是一樣的音 所以會是一個比較上順的Progression 最後我想跟大家看到一個比較長的例子 這個Four Part Chord出現了很多Parallel的情況 我想你停了一個Video 自己試試找出當中Parallel在哪裡出現 然後再對一下答案 要檢查這些比較長的Cogression 你除了可以好像剛才那樣 逐個逐個Code去看它有沒有Octave或Fifth之外 亦都可以試試從頭到尾看著兩個Voice 然後跟著那六個聲部的組合逐個逐個看 例如把Soprano和Auto 由頭到尾看一次 然後再把Soprano和Tenor 由頭到尾看一次 把Soprano和Bass由頭到尾看一次 如此類推 看看會不會找到Parallel的情況 我們聽一次個例子 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在第一小節第二和第三拍 找到第一對的Parallel Fifth 它在Soprano和Tenor出現 然後我們可以在第一小節的第三和第四拍 找到第二對的Parallel Fifth 出現在Soprano和Bass 同樣地 第一小節第四拍和第二小節的第一拍 在Soprano和Bass 再有Parallel Fifth 再看下去 第二小節第一拍和第二拍 在Soprano和Bass 再有Parallel Fifth 然後第二小節第三拍和第四拍的 Auto和Bass 就有一個Parallel Octave 這些地方都是要重新考慮Voice reading的 除了Parallel之外 其實這個Progression還有其他Voice reading的問題 我們會在之後的Video再講解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